所以基本上法師你成長的話 前期應該就是正常搞裝備 基本的武器出來裝備有之後 手上那天經過觀眾的提點 我覺得試過之後真的是蠻強的 搭配黑暗槍騎士 你打平A流 攻速攻擊暴擊打起來很快 而且不需要耗磨 你不需要去撐什麼回魔 你也不需要去撐什麼冷卻 都不需要撐 你唯一需要撐的就只有暴擊 你要讓平A變得更痛就是把暴擊撐高 有暴的話那一下就痛 這個玩法雖然是目前的主流玩法 但是有個致命傷 法師技能會封掉 你會變得很無聊 因為平A比你打的技能還快 通常你會覺得我是一個法師 怎麼變成在普攻了 那我要玩普攻不如去玩弓箭手 錯了 這只是前期而已 前期的法師 因為現在這個版本 你東西不夠多 你的屬性不夠好的情況下 你只能先走這個比較舒服的方式 等到你中後期可能回魔起來了 技傷起來之後 你再轉成技能型態會更快 現在來說我覺得這樣走 算是蠻舒服的 所以裝備的話 我會建議先搞束縛者武器 搞到加10 就畢業了 攻速激發是優先的 命中60有最好 沒有的話就拿爆傷 然後其他裝備的話 你也不用特別去說 一定要拼什麼黑氣息 或紙裝或什麼 升藍系列都不用 你全部都用束縛者 點到加7加8 屬性的話優先挑防禦食物的 一條也沒關係 先挑防食物其他隨緣 用完之後裝備差不多定位 然後飾品的部分 先全部加10 然後飾品加12之後有保底 加12之後他不會退 不會退到加10以下 就是會一直保加12 所以先平均升 讓飾品都升加12之後 再慢慢往上點 因為加12之後的成功率會下降 原本都是5050 關鍵來了這兩個東西 是很多人覺得很頭疼的東西 像聖物 聖物我也很頭疼 因為聖物的需求很大 刻印的部分 你也不需要太執著 像我這一盤很執著 你們看我的賽克瑞塔的刻印 我洗成這樣子 不是金就是綠 我光這一盤洗了上萬的碎片 你看剩一次 我是洗完重置 再洗再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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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的刷 刻印重置又不會退還碎片 所以這一盤我大概花了快2萬的碎片在這邊洗 我先洗個遠攻再轉法師 然後法師先洗個隨便白屬性堪用就好 之後應該也會以這個方向 綠根金為主去洗他 戰力會比較高 所以聖物大概升到16-18 先停 然後把刻印先走出一盤 接著再升聖物 升到20級之後 可能會解第二盤 這樣輪流穿插 因為你要把屬性都開滿 不要先一次只有一個 你要把兩邊都開起來 戰力才會高 一般的玩家先平均升到26級 為什麼是26呢? 三個25拿到75的技傷增幅2.5% 贏到26之後再多拿一點 再多拿一個屬性 所以三個都26 我覺得聖物就先不要動 荷蒙的部分 只要你會玩的話 他是可以配到很強的屬性 目前我是不建議去拚三四級荷蒙 如果你們真的要拚的話 可以等到之後的荷蒙點數夠多 直接去拚七級荷蒙 七級以上荷蒙 他們的CP值比較高 那個拚二三四級的 我個人覺得雖然數值會贏在一點點 那你會浪費到很多資源 你真的想要拿荷蒙的話 我建議洗孤單跟平靜 一個是經驗的追加 一個是藥水恢復率 其他的什麼熱情啊 加血 然後加MP的 加金幣的 我都覺得還好 這兩個罐池是最強的 再來是座騎 座騎就是藍色以上的座騎 就是你有資源就塞 塞他的強化裝備 不管你是不是用商城座騎 或者是用一般座騎都一樣 你會放一個座騎嗎 剩下的座騎就是看兩個東西 一個是卡池 一個就是看持有裝備 先把這個野生馬跟這個戰馬的 持有屬性第二條馬鞍塞到滿 一個是減傷2.1% 一個是爆傷2.1% 然後我還另外把他的血伸到滿 加250血 這是非常有CP值的 成本很低 因為這兩個馬的裝備 他是金幣購買的 像這些其他座騎啊 你就挑一個 你覺得屬性 你想要的話 你就先鑽衝他就好 把他的持有塞起來 至於道具紀錄 我目前是101等 已經算是蠻緊繃的 在後面搞的話 就要搞加10的飾品 或者是加8裝備 300多克的武器防具強化石 這一批我就是講錯了哪一天 我心血來超啊 我來衝一波收集品 全部大提升 但是我發覺 你不要說加8了 連加7防具都不好搞啊 像這個1000的啊 我講真的 你要換紙裝 這件其實可以換啊 我是因為我原本想換他的 但是我點到加8 這件1000裝我覺得CP值算有 他加8的屬性 就算沒有搭配到防禦21 他的面板屬性 也超越你的加7加8欄 那為什麼我不換呢 因為我點到加8了 他往上點到加4 之後還會加濃力值 還是比你高 那我想說算了 就省下來吧 等到之後更好了我再換 像你武器有加10藍之後 很多人會想拼加11藍 但是老實講 加11藍是會有一個大躍身啊 但期望值很低 尤其是你今天已經是加10藍頂屬的時候 你要去跳加11 所以我是覺得很賭 全力之王在韓國非常的行 因為台韓版同時上線嘛 他們也是新遊戲 他們超行 韓國的玩家數量大概是我們兩三倍 在台灣 這個MLL是另類的 在韓國一樣 就是一個遊戲裡面沒有什麼課金元素 老實講 從頭到尾你要課的就只有變身而已 真的是只有變身 跟官方講的一樣只有變身 剩下你真的要花的就是你要去提升機體嘛 去幹商城 可是幹商城就是看個人花費 運氣好的人可以以小博大 運氣不好的人就是血本無歸 維護 老實講維護有時候也不是官方願意的 但是他們維護之後 我覺得維護就算了 你維護事後的補償要做好 他維護後面給東西我覺得算是佛心的 我完全沒有打幣 他的幣就變那麼多了 全力之王原本是金幣之王 根本不夠金幣 技能買不起 做起買不起 水喝不起 然後那個什麼 什麼buff卷吃不起 剛開服前三天是這樣子 他後面開始送那個維護獎勵之後 瞬間財富自由了 不缺幣了 我覺得這還不錯 維護之後給的補償做得好 我覺得給過了 來考驗之塔50樓 現在我爬塔都會閃招跟繞怪 滿好打 基本上不怎麼尻招 因為尻招有時候浪費時間 除非尻弱怪 弱怪如果一發就死一隻的話我會尻招 但這種強怪的話有時候就看情況 看情況尻技能 BOSS出 唉唷看遠程完蛋 這隻是遠程 這個要先尻小怪不然也吸 我們要拉 繞圈圈然後拉血 現在三分鐘嘛 烤王打好痛 像這個就慢慢這樣打 考驗之塔就只能這樣繞 你才能夠用 你才能夠用低戰力過關 走 OK 剩王囉 馬瑞克 2分11秒 你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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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玩了 吸我 快變近戰了 你怎麼變近戰了 這個被斬到我就下課了 過關 獲得全新能力 治癒50樓拿紫卡通關 下一層 試看看 五一跟六一之後會多一個門檻 可是那個戰力會突然飆跟 需求飆升 五一還好 六一之後就差很多了 剩一分20秒 現在是第二層嗎 結束了 五一結束 來吧 吃紫卡囉 想要這隻啊 太陽的傑傑啊 或者是 我看一下 灰光的亨克爾我也要 開抽 抽 千萬不要給我重複的 許願失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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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